国会今天继续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进行辩论 朝野阵营针对判断信息真假的权利 先落在部长而不是法庭这一环节展开激烈的叫风 已经表明不支持这项法案的工人党坚持应该依循法庭程序 工人党认为既然政府在防止骚扰修正法案下 可以设立专门法庭加速处理案件 不明白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 为何不能同样这么做 内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也加以澄清 指出法庭可以迅速处理这类案件的说辞不切实际 不过工人党非选区议员贝里安认为 如果能对法庭投入更多资源 加强这方面的处理能力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尚穆根说问题的关键是时间 一旦决定有法庭介入 就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 法官可以要求让涉案的各方表态后才做出裁决 而这同时暴动可能已经爆发并且造成伤亡 是您的意义的意义的意义 定的意义的意义 它是必须每次的时间 每次我们希望它们能够遇尽 它能够遇尽 法庭投入更多的意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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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案是是 我需要的解释 谢谢 Thank you.